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但是你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大家都会叫你秋秋 对对对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这个名字其实我本性是秋少云的秋 然后这个秋天的秋呢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字 然后它我觉得它特别有意境 特别有诗意 特别走心 你其实声音很不像你的年纪 是吗 对 你说话的时候也很成熟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 之所以叫小鲜肉 就是因为它真的未满18岁 过一段时间它就要满18岁生日咯 体现起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就是觉不觉得自己就是 忽然之间要长大了这种感觉 对 好像就是当时在14 15 16的时候 感觉自己啊 是吧 离18肯定还得有还得有几年 觉得可以青春就可以这么继续的挥霍下去 但是我觉得好像一转眼 昨天就已经是15岁 然后第二天都已经是快要18岁了 觉得还是要珍惜青春珍惜时间 现在已经作为全职的艺人了吗 对 然后有没有觉得这个工作啊 太繁忙 然后会耽误这个学习啊 我现在其实我就是在出道之前 我已经就是退学了 然后因为我是上的是异校 然后我毕业之后 我也是走的是这条道路 何不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让我为我自己的未来有所铺垫 所以我会提前的走上这条道路 然后所以虽然现在特别的有一些拍戏啊 还有唱歌啊 还有等等这些工作啊 但是我觉得学习跟工作会两不误的 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下秋秋 然后大家对她的这个书画的声音有所了解 唱歌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先读微快一下 好的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 是我的第一首单曲叫换季 也只是几天而已 心情却不停换季 心情却不停换季 没有关系 反正雨也下个不停 而你拒绝的来信 静静静靠躺在我抽屉 我会锁起 不会再被你乱了心 遗憾是还来不及天意 却已冷风过尽 我还是一个人握着单身 飘度像沿途风景 若有你在最寒冷一刻 真散步在雨里 我怕我会不争气说爱你 只不过是想你 我会用力忘记 惩罚自己的不小心 就当做是秘密 做个说谎记 岂不坦诚的等于说风起 才发现涌进了一粒 其实也不算在意 只是爱待在一起 谈天说地 欣赏你的爱自己 而你像阳光红尽 突然不再是与你 告别雨季 想为风轻吻草地 遗憾是还来不及天意 却已冷风过尽 我还是一个人握着单身 飘度像沿途风景 若有你在最寒冷一刻 真散步在雨里 我怕我会不争气说爱你 只不过是想你 我会用力忘记 只怕自己的不小心 就当做是秘密 做个说谎记 岂不坦诚的等于说风起 才发现又进了夜里 只不过是想你 我会用力忘记 只把自己的不小心 就当做是秘密 做个说话 不坦诚的等于说放弃 才发现又进了雨里 不坦诚的等于说放弃 才发现你在我心里 当然他唱这首歌 就像这首歌宣传的一样 有别于当下浮缓 喧嚣的真诚之歌 所以我们也在你唱的过程当中 感受到了真诚 对 你觉得自己在唱完这首歌之后 有没有觉得自己成功了 我觉得每唱完一首歌 我都觉得我成功了 对 是跟你自己入行之前设想的一样 我觉得吧 也其实并不是我入行之前 所设想什么吧 而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 我希望我自己每一天 都能够学习到东西 不管是在工作上面 还是在生活上面 还是在日常的一些 为人处事上面 我都希望我能够学习到东西 然后我今天我就觉得 我过得温馨无愧 像你入行的时候 2014年你应该才16岁对吧 2014年 可能还不到 还不到15吧 15就是因为我得过了生日 我才是16 所以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会害怕呀 去参加比赛之类的 其实我是反而是 特别踊跃于参加比赛的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比赛 不管我能不能拿到奖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去 我都能够学习到东西 因为反而我更希望 自己能够被淘汰或者失败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觉得失败 我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到了一年之后 两年之后 我觉得其实失败对我的 好处比成功还要多 因为当你失败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 还有你的老师 还有那些评委 会告诉你 你哪里不足 然后你就能够有一个目标 然后去改正你不足的地方 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在他还没有到16岁的时候 获得过中国金钟音乐大赛的赢奖 然后呢 去年 也就是过了16岁的时候呢 参加中国好声音 获得东莞地区的亚军 我其实觉得你的成绩很好 特别是在你的年纪上 现在已经没时间去参加比赛了 但是你已经发了自己的单曲 对 已经发了两首 接下来准备 即将准备要发第三首 然后我的第一首换季的电影版MV 也会即将的发行 好开心哦 你的每天过得真的好充实 对 我希望能够有每天充实的一天 才能不浪费我自己的时间 不浪费我自己的青春 如果今天还没有认识我们秋秋的话 介绍一下你的微博地址 让他们赶快去关注 我的新浪微博是秋玉胜 对 秋天的秋富玉的玉冒胜的胜 很暖 有人这样说过你吧 有有有 你也是自己想成为那样的男生 顺其自然吧 顺其自然 今天真的算是花花开了眼镜了 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个这么成熟 然后 而且怎么说呢 啊 心跳加速 开玩笑 开玩笑 我会去关注你 持续地关注你 因为 谢谢 觉得像你这样努力 或者是怎么说呢 就是把自己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的小 小男生 很少 嗯 对 嗯 你有想 你有自己喜欢的艺人吗 嗯 现在很多人都会喜欢什么 呃 吴亦凡啊 陆寒什么的 但是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经典的 我喜欢陈奕迅 张学友 呃 张国荣啊 梅艳芳啊 这种艺人 我觉得他们对 他们的非常非常带有正能量 而且并且 特别他们的歌 他们的作品 有时间的韵味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魅力 现在的 更小一点的 比较红的TFBOYS 你也会听他们的歌吗 会会会 嗯 觉得跟你的世界是 一个起跑线上的吗 嗯 我觉得 应该算是吧 应该算是 因为首先我比他们要大一点嘛 而且 但 而且他们的作品 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听的 我是认作品的 因为好 我发现好多人黑他们 但是我觉得 我是听作品的 就不是 不是说 呃 你是个比我小的 我就得 啊 又又比我厉害 我会嫉妒你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你的作品比我厉害 那就是比我厉害 自己会去 以后会走向这个 作词作曲的这条路吗 嗯 我现在第四首 呃 就是我现在即将要发第三首单曲 第四首单曲 是我自己 呃 填的词 然后 接下来也会慢慢的会有我呃 自己写的歌 自己写的曲 然后跟跟他见面 然后 希望有更多更多的才华 是吧 呃 我们的秋秋会会会弹钢琴 会唱歌 会跳舞 会会各种各样的 他会做饭 他现在还会写歌 是吧 你是多大发现自己就是唱歌 跟其他的小朋友们与众不同的 在十十四五岁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 呃 就就只是爱爱玩一下 然后就唱一下歌而已 然后他 然后被我的一个第一个音乐老师 他觉得 呃 呃 切磋你那个嗓子条件还不错 那个你声音还不还挺好听的 要不要跟我一起 呃 学学唱歌 我说好啊 今天你好像准备翻唱一首别人的歌 嗯对这首歌叫陪我看日出 这很老了 嗯 还行吧 但是我觉得他的运意是特别特别好的 陪我看日出 我因为这首歌也是想要送给我们家的粉丝的 对 来我们一起来有请吃吃哦 带来这首陪我看日出 Zither Harp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 陪我看日出 路上有我 追着你的脚步 脚下便抱 存着昨天的温度 你抱着我 就像温暖的大树 雨下了走 好路 这句话我记住 风在大吹不走 祝福 雨过了 就有路 像当年看日出 你牵着我 穿过了舞 叫我看 希望就在 黑夜的近处 哭阳的眼 看岁月更清楚 像一个人 甚至泪光是一种幸福 又回到我 离开家的小路 你抱着我 你抱着我 满天夜子 都在飞舞 雨下了走 五号路 这句话我记住 风在大吹不走 舒服 雨过了 就有路 像当年看日出 你牵着我 穿过了舞 叫我看 希望就在 黑夜的近处 是啊 一路 叫我看 一路 以他 逢 舍 咱咱咱 雨下了走好路 这句话我记住 风在大吹不走路 雨过了就有路 想当年看日出 你牵着我 穿过了雾 叫我看希望 就在黑夜的近处 虽然一个人 我并不孤独 在心中你 陪我看每一个日处 去年还是今年拍的网络大电影 今年 今年 所以这个在你生日前夕就要全网 可以看到了 对对对 在我生日前夕 然后是吧 后面一天就是圣诞节 然后再后一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对 三个大节目 这三天过得好开心 好开心 而且24号还是平安夜 嗯 是这样 对 准备怎样过呢 嗯 在家看 看自己主演的电影 对 在家看自己主演的电影 嗯 第一次拍网络大电影 就跟香港TVB的老戏骨 李子雄一起合作 对对对 有什么感觉 哇 好厉害啊 就是 细游新生的那种感 感觉 所以你们全程是广东话还是普通话 他他说普通话很 很生硬啊 就是这个样子了 就是 然后就是 就是 呃 后面是用的是白话跟他交流 因为我跟他说 哎 我也是 呃 广东的 然后 然后会说粤语 嗯 然后他也蛮喜欢我的 因为在北京这里就是能遇到 会说会说粤语的 嗯 还是挺挺 对啊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哈哈 跟他学到了拍戏上面的东西吗 嗯 很多很多一些 就是 讲究细节的东西 有有学到很多 真的 能够让我 能够让我 获益匪浅吧 嗯 比如说他其实就是 就是 三二一 三二一之前 他还挺就是 平时的那种 那种有 有一点很随意的 那种感觉 三二一之后 马上进入 角色那种感觉 让我 特别特别的 钦佩 我觉得这是 很多人 都不能做到的 因为他们 想要融入进一个角色 他们 需要特别长的时间去适应 不是说三二一就来 嗯 所以 大家其实在片场 应该维持 这个 戏中人物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他是属于 呃 不用维持就可以 对 随机应变的 就好像 就好像这个戏 就是拍的是 他自己本色出演的 那种感觉 在戏中 你们的人物关系 是什么样子的 嗯 他是我老爸 应该是我老爸 应该算是我老爸 嗯 对 挺做对手戏的 然后这个片名的话呢 叫隔壁老王 在24号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对 隔壁老王之 深猛青春 嗯 对 所以你有想过 自己如果不做歌手的话 可以去拍戏 嗯 然后又可以主持 是要全方位的成为 这样全方位艺人吗 一个艺人 对 没错 嗯 希望我自己能够成为 这样的一个艺人 用多长时间去发新专辑吗 嗯 会有规划吧 会有规划 这个就是公司的问题了 嗯 但其实你自己也很想快一点 对对 我自己也很想快一点 也希望自己能够带更多的作品 跟我们的粉丝见面 对 而且你今天有准备第三首歌呢 就是你最近刚出的歌 对 叫青春不打烊 它这是一首比较 校园的 校园风的 比较青春的 就好像这首歌一想起来 就好像在上学的时候 开运动会啊 然后所有人都很欢乐的一种 终于找到一首比较适合你的歌了 不用那么沉重 对对对对 好像这一个 这首歌的制作人 依然是你上一首换季的 嗯 编曲 对 编曲老师 是我们公司的编曲老师 嗯 对 所以他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这首歌 嗯 对对对 也算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然后也 他也特别特别希望 我能够在不同的领域 能够发挥出 呃 不一样的效果 能够让所有的观众跟粉丝 能够看到 哎 这首歌出来了啊 球球又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球球 我觉得好 好好好特别啊 我觉得我觉得好厉害啊 就当大家以为说你要成长的时候 你有恢复到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 青春不打烊 那我们一起青春一下吧 好吗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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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青春如果是中风格 我想它是我专属的风格 有我的态度和我的性格 就这样把它发光发热 点亮自己自信的颜色 丢掉羞涩勇敢释放自我 我前方的路无论多坎坷 一直走不怕挫折 就算失败 担心里不能受伤害 我的色彩 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光彩 不管才青春每个角落 都有我无形精彩的生活 找到一个真实的我 让它跟随着埋伏 不管在世界每个角落 都要绽放属于自己的时刻 让这最骄傲的时刻 变成我专属的颜色 变成我专属于自己自信的颜色 丢掉羞涩勇敢释放自我 我前方的路无论多坎坷 一直都不怕挫折 就算失败 但心里不能受伤害 我的色彩 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光彩 不管才青春每个角落 都有我无形精彩的生活 找到一个真实的我 让它跟随着埋伏 不管在世界每个角落 都要绽放属于自己的时刻 让这最骄傲的时刻 变成我专属于自己自信的颜色 变成我专属的颜色 不管在青春每个角落 都有我最精彩的生活 找到一个真实的我 让它跟随着埋伏 不管在世界每个角落 都要绽放属于自己的时刻 让这最骄傲的时刻 变成我专属的颜色 青春不打烊 梦在发亮 打拼自己人生理想 不怕失败 不怕做爱 找到自己最佳状态 我怎么说 我怎么做 让我的心跳 只跟随自己而跳 自己会经常在微博上 跟他们沟通吧 会会会会 几乎粉丝 对我一些特别有意义的 私信啊评论 我都会回复的 对 而且我也会经常的 就是把我自己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 特别特别有趣啊 然后或者我自己觉得 特别特别有道理啊 或者特别特别 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喜怒哀乐 我都会分享到我的微博 而且我自己的日常生活 也会 也会分享到微博 对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忍心去 伤害一个这么努力的孩子 嗯 他们也会一直 努力的陪伴我前行啊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 一直不断努力的 一个原因之一 如果大家想听你的歌 在哪里可以搜得到 大家也可以在酷狗 跟QQ音乐 也可以搜得到我的歌 对 好像你的第一首歌 现在已经在拍MV了是吧 对对对 第二首歌的话 什么时候拍 嗯 现在还没有这个 这个 有这个打算 但是还没有筹备 但是我第三首歌 已经要要想着 因为公司接下来 有一个 有个相当于年会吧 然后去泰国旅游 然后顺便在那里 拍一下我第三首歌的 MV 那第三首歌 是什么风格的 是比较 嗯 悲伤的 悲情的 哇 你真的适合吗 这么小的 比较比较慢情歌一点的 对 呃 所以现在一部多透露 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 嗯 大概这首歌发行 在这个月之内 肯定能发 然后MV 就可能要吃几个月了 嗯 对 所以大家只需要持续的关注 邱玉胜的微博 就可以记得到 对 大家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就可以了 我的微博名字是邱玉胜 我们家的粉丝可以帮我刷起来 嗯 青春不打扬的话 因为他MV还没有上吗 那你会给公司出你自己的主意 怎么样去拍一下 会会会会 你比如说我会我喜欢 我希望在这首歌的MV里面唱跳 嗯 能够突破一下自己不一样的一些风格 什么之类的 所以现在学舞蹈也是为了 嗯 以后铺垫 肯定要多方面发展 嗯 自己比较喜欢什么风格的歌呢 嗯 慢情歌跟静歌热舞吧 都喜欢 你慢情歌 因为首先你能让别人感受到 你是一个特别特别走心的一个歌手 然后静歌热舞呢 又可以 男孩子喜欢耍帅 耍帅嘛 然后那种 对 所以你其实在很成熟的状态里还有一些孩子气还是有的 对吧 同心未免的感觉 嗯 今天做课夜唱的是邱玉胜 邱邱 大家有没有喜欢他呢 如果喜欢他记得听他的换季 青春不打烊 谢谢 嗯 那接下来的一年公司有给你说有什么安排吗 比如说要发多少首歌 嗯 或者是什么时候发新专辑有跟你交代过吗 有 希望能够在半年之内能够发一首专辑 嗯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影视这条道路上能够呃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影视作品 然后让大家能够可以又听我又又看我的电影又又能听我的歌 你参加过那么多次比赛觉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 嗯 指的是什么 就是每一次的成绩都很好 或者说当时就会遇到一个给你指点 在工作上就会指点你的一些人 嗯 不会 其实其实你们会觉得我按 呃邱医生会拿了什么奖啊什么之类 其实并不是 呃 我比赛比了有两年 呃 前面的一年半 我大大小小参加的一些比赛没有300场也有200场 那那我们就按200场来算 有200场200场比赛至少有190场都是被淘汰跟失败的 剩下的那10场才才是我成功的那些奖杯跟奖状 对 所以在那些成绩面前你在后面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 对 会失望吗 如果被淘汰的话 失望是难免的 但是我我我反而我会是那种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站起的 我之前有一个例子是 有一个比赛 然后它是一个全全国的一个赛点 然后然后它那个那个是比赛的舞台是一个大棚车 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大卡车 然后我我连续追了这这辆车追追了有四个城市 然后终于在那个城市拿到了进入了广东 广东决赛的名额 前前前三场都是被淘汰的 所以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你才会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对对对 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看到一个更成熟 更棒的邱玉胜 我们大家一起持续地关注他吧 邱邱邱玉胜 今天做客我们夜场 谢谢你 谢谢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所有的小伙伴们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